說到海馬賴人知名的王牌 你心中浮現的是哪一隻怪獸呢? 是有著眾多名場面的巨神兵 還是能與陷阱結合的克莉迪斯之牙 又或者是機甲感十足的XYZ加農炮呢? 雖然這些怪獸都極具特色也很強 但卻絕對不會撼動唯一的社長真愛 青眼究極龍的地位 作為貫穿起始與終結的絕對王牌 青眼究極龍不僅在動畫劇情特殊 在實體卡中也曾經掛起旋風 還登場過震撼收藏界的超級獎品卡 以及出版過許多模型還有聯名 可以說不管在哪個時代都是遊戲王最強的代表 然而這麼強又有特色的王牌 卻有過被主角口服擊敗 或者是被當作己的經驗 這最強之龍有什麼特色 後續又出了什麼樣的卡片呢? 今天我們就來回顧海馬賴人的真愛王牌 青眼究極龍 青眼究極龍是一張攻擊力4500 手臂力3800的龍族融合怪獸 需要由三體青眼白龍融合才能登場 雖然青眼究極龍是眾多玩家心中最經典的白龍融合體 但其實早在萬代版時期 官方就曾經將三隻青眼白龍連接 推出了與邪惡黑暗所的同昆版 青眼白龍三體連接 這隻特殊的三體連接不但造型特別 也曾登場在後續東映劇場版中 然後呢? 然後他就被打出再也沒出現過了 最終作者高橋何希老師的設計 則是將三隻青眼白龍融為一體 成為全新的青眼究極龍 在融合成究極龍之後 除了身體變得更銳利之外 額頭還出現了特別的文章 等級也一同躍升到最高的12等 在三隻青眼白龍合計9000的基礎下 融合出來的救極龍有4500分的攻擊力 以及3800分的守備力 雖然帥氣拉風數值又好看 但仔細想一想三隻怪加融合魔法卡 只能換到一隻4500的救極龍 感覺好像有點虧虧的 但召喚救極龍登場就是決鬥者的浪漫 這樣的高攻擊力想必 一定是用青眼救極龍 在動畫中戰無不勝 青眼究極龍出登場於決鬥者王國篇 海馬爛人VS5等遊戲的對局當中 海馬在這場對局的後半段 抽到了融合魔法卡 想要用這張牌來品嘗設立的滋味 脫離碰到遊戲後接踵而來的失敗 成為妥妥的人生設立組 隨後將三隻青眼白龍融合 登場了史上最強且最華麗的救極怪獸 青眼究極龍 由於遊戲在受到陷阱卡 此隻牌組破壞病毒的影響之後 可以說是已經非常劣勢 在如此根本不可能輸的情況下 青眼究極龍的登場可以說 根本就是來BM遊戲來編人 不過還蠻忘記在這部動畫當中 遊戲才是主角 自己只是男二 想要贏遊戲 可不能這麼簡單 遊戲在面對青眼究極龍的決定下 開始打出了三張卡牌的連鎖戰術 讓長矛巷的牧場與青眼究極龍融合 並且以光暗怪獸融合會相剋的特殊口服規則 讓青眼究極龍不斷的失去攻擊力 甚至成為了一副腐敗的模樣 最終海馬是靠著勤勒大法 才贏下這場決鬥的勝利 想不到堂堂4500攻擊力的青眼究極龍 出登場居然沒有直接拿下勝利外 還落得被硬融合到腐爛的下場 啊真的是很令人意外很可憐啊 只能說海馬社長沒事還是不要融合 直接3000打頭比較快 雖然出登場的對戰表現 舊極龍可以說是出登帥氣猛如虎 近看傷害了0.5的成績 但這樣的失敗卻馬上迎來了轉機 因為他掌握到了勝利的關鍵 就是如果打不贏就要直接加入 在動畫原創Duel Quest的篇中 舊極龍迎來了再次登場的機會 對戰最終大魔王Big Fight的武神龍時 海馬與遊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絕境 緊要關頭時遊戲回想起了這世界的傳說 最強之龍與戰士並肩作戰時 血神就會被消滅 隨後海馬的舊極龍與遊戲的混沌士兵 開啟了最強的王牌融合 召喚出攻擊力封定的舊極龍騎士 舊極龍騎士有著5000分的攻擊力 還可以根據龍族怪獸再次提升攻擊 海馬與遊戲就靠著合體的力量 擊倒了Big Fight的武神龍 說下了勝利 想不到青眼舊極龍的首勝 居然是在當坐騎下獲得的 而在今年2023年底發售的聖誕禮盒 青眼舊極龍又再次成為了重點 原因是這次他成為了混沌之 黑魔術師的坐騎 那怎麼換人騎啦 在融合成為了救急龍魔導師之後 除了同樣有著5000的封頂攻擊力之外 還有著可以各無效魔法陷阱怪獸的抗性 由於今年的聖誕禮盒 普遍都是復刻早已登場過的卡片 在起初玩家可以說是興趣缺缺 然而在救急龍魔導師登場後 可以說是重新引起了話題 只能說救急龍坐騎就是流量密碼 一登場比能造成轟動 照官方這個出卡的安排 再過幾年 搞不好連精靈見識都會騎救急龍 雖然救急龍是海馬引引我要的王牌 但遊戲似乎比海馬更會運用救急龍 在動畫原創《南亞篇》中 遊戲繼承了海馬意志的牌組 與南亞展開一場最終之戰 決鬥的最後 遊戲融合出了海馬的王牌 青眼救急龍 在動畫中融合召喚登場的回合 有著不能馬上攻擊的限制 但遊戲馬上自信打出速攻解除限制 擊破《南亞》的火之家具土 隨後又巧妙的運用融合解除 讓三隻青眼白龍一口氣登場 直接全體進攻9000攻擊力 收下了勝利 奇怪 怎麼遊戲用一出場就贏了 而在戰鬥城市篇準決賽 遊戲面對海馬的青眼救急龍時 又反過來利用融合怪獸的特性 打出魔法卡融合解除 將救急龍分回三體青眼白龍 配合超魔導劍士與擴散波動的效果 一口氣收下了比賽 而在《王之記憶》篇時 海馬也曾熱血提升而出 跨越了3000年的時光 召喚出最強的青眼救急龍 來對抗最終BOSS大邪程佐克 而這個與佐克的對決 後來再次被遊戲亂入 又變成了混沌士兵的佐奇 縱觀青眼救急龍的登場劇情 怎麼感覺 都是讓遊戲在帥啊 雖然在動畫又是被口糊又是被當作奇 但青眼救急龍在史卡中的登場 那可說是不要太尊貴不要太帥 與普通怪獸收入在卡包中不同 青眼救急龍的首次史卡收入 登場於1999年8月26日官方大會 決鬥者傳說in Tokyo Dome 沒錯他不是通販的卡片 而是必須通過戰鬥才能拿到的獎賞 在這場大會當中的上位者 可以依照不同的成績獲得各式獎品卡 而獲勝到最後的冠軍王者 就可以獲得世界上唯二的 出版青眼救急龍 由於是25年前的初代OCG大會冠軍卡 這張青眼救急龍在日本收藏界 可以說是人人都想要的夢幻衣品 除了初代的青眼救急龍之外 在2001年亞洲錦標賽時作為冠軍卡 也有登場過特殊意圖的 世界唯一T3青眼救急龍 可以說在早年的遊戲王 青眼救急龍除了代表強刃無敵最強之外 更代表著決鬥者的頂點啊 除了最早登場的青眼救急龍之外 在後續的OCG卡牌作品中 也有登場過不同形態的救急龍分支 我們接著就來一起介紹 真青眼的救急龍 遊戲王在2016年20週年時 推出了全新電影《雌原的黑暗面》 以平行世界的概念為發想 在這電影中登場了與青眼白龍相對的平行王牌 青眼的亞白龍 亞白龍在造型上變得更有科技感 真青眼的救急龍 就是以三張亞白龍融合為意象的新救急龍 保留了原本的攻擊及守備力之外 還附加了在攻擊傷害結束後 可以藉由額外牌組的青眼融合怪獸送墓 來追加攻擊的能力 也可以從目的除外自身 來無效對青眼怪獸的卡片效果 有攻擊 有抗性 還有無效的能力 不愧是20年後全新的王牌啊 青眼的救急亞龍 登場於2019年20週年傳說紀念包 遊戲王原作者高橋何希老師 親自設計創作的救急龍 有別於實體化及動畫的青眼怪獸 救急亞龍是高橋老師以重現初期漫畫風 有著稍微邪惡可怕感設計的救急龍 救急亞龍同樣保有著原有的4500攻擊力 及3000守備力 附加了不會成為對手效果對象 也不會被對手效果破壞的無敵抗性 還可以一回合一次破壞對手場上的一張卡片 如果是以青眼啞白龍作為融合素材 還可以最多破壞三張卡 以效果來說是非常邪惡可怕 今天提到的青眼救急龍雖然都很經典 但他們都必須要用青眼白龍來融合 那你們一定會想問 渣哥我沒有青眼白龍要怎麼當個社長呢 那就是必須要買個青眼白龍啦 這次TAMACHI NATIONS推出了全新的 SH MONSTER ARTS青眼白龍 本支的青眼白龍是以重現動畫 遊戲王怪獸之決鬥當中 青眼白龍的色彩造型 及可動為重點的模型 不但可以還原攻擊以及守備表示狀態 還附有毀滅的爆裂疾風彈配件 可以完全還原劇中青眼白龍的影子 如果一次收滿三隻青眼白龍 還可以重現動畫中的召喚名場面 就來為大家開箱這個SH MONSTER ARTS的青眼白龍 從外盒上面就可以看到 本色的特色是它的可動機構 它可以直接做出攻擊與守備的兩個姿勢 而在外盒打開這個白邊呢 還寫上了這個海馬爛的台詞 那打開來基本上就是這個模型的本體啦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模型呢 基本上是可以直接買來就用的 裡面直接附一個完整的青眼白龍 還有它爆裂疾風彈的一些特效的組件 OK好的 各位觀眾我們可以看到 這隻青眼白龍真的是非常的完整 一拿出來它就是一整隻 然後第一眼令我非常鎮定的部分是 它的翅膀做的非常的好看 它翅膀本身有做了一個三四層的分層 所以在層次上面看起來會更漂亮之外 我覺得色澤的這個漸層也是調配的還蠻不錯的 因為青眼白龍的脖子上其實有一些分層 那它把這個分層一樣都做了一些可動性的調整 而且在看官網圖的時候 我以為這個表情可能會做的比較凶狠一點 但仔細看起來其實是非常純白 非常有陰氣的一隻模型 感覺青眼白龍其實蠻適合出這種 這次的一大重點就是它可以擺出 毀滅暴力疾風彈的姿勢 因為青眼白龍頭還有脖子都是做可動的設計 所以其實它整體擺出來不會花太多時間 而且這個翅膀如果在微調下應該會更壯觀 除了我們剛剛頭跟脖子還有翅膀之外 它的腳手還有尾巴也都是可以調整的 我覺得如果你喜歡動畫風 然後追求可動 又是喜歡遊戲網的玩家 這個青眼白龍真的是算是還蠻不錯 推薦給大家 除了青眼白龍之外 明年的6月還會推出真紅眼黑龍 可以與青眼白龍一起擺出戰鬥姿勢 以及名場面的黑眼彈 TOMACHINATIONS是集合Bandai Spirits 收藏事業部旗下所有商品的最高品牌 包含具有創造型的DNA 並且充滿熱情帥氣與趣味的用心製作 向全世界觀眾們推出高品質短畫的作品 歡迎追蹤TOMACHINATIONS的FB與全球IG 喜歡遊戲網與海馬爛的你 絕對不能錯過這一次 SH Monster Art的青眼白龍啦 Helander XDDDD XDD